王新民 王新民 我去查探杨丽波的人 还没有消息 不管怎么说 还是尽快让麦兰兰和平安去台湾吧 把他们刚回来 内忧外患 哪一个都耽误不起 马上就要到十月一号 北边就要建国 建完国 我估计他们会全力攻打心 到时候 我骨头骨不了定 怕是管不了那么多 还是赶紧走吧 白石一击查 现在已经水泄不通 那您 我 老蒋不是说了吗 要我们打到最后一兵一组 这意思不是很明显吗 把您千万小心 别和兰兰说过展示过去 她从小没离开过 怕是知道了 不会走的 爸 我想问一下 我妈怎么办 你的意思呢 我想让她和兰兰和平安 一起去台湾 我对你妈的安排就两个字 留守 为什么 她留在山城 必去台湾要安全 您怀疑她 难道你不怀疑她是吗 说实话 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 她跟我说了一些话 我觉得 那不像是一个 没有温化的老太太 能够说出来的 小成 如果你妈真是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相信她是 爸 我跟您说 自从我把她接回家来 我不断地在试探她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证明她是 我跟她失散了二十多年 我不想再跟她分开了 你能不能跟她也弄一张票 我不能冒这个心 我愿意冒这个心 毕竟 她是我的妈妈 子不嫌母丑 我怎么能够让她一个人 留在大陆呢 可你不能让你老婆儿子 陪你一起冒这个钱 我的意见很明确 我不同意她去台湾 进来 镇长 有人找您 让她进来吧 陈镇长 你是谁啊 我是王星明家的 王星明家的 有事吗 他说啊 昨晚他如果没回来 就让我来找您 王星明让你来找我 对啊 镇长 你知道我们家星明 现在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走吧 我 站长 有件事我想告诉您 我们家星明说了 他抓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能证明 林孝成是共产党 这要是真出了 什么问题的话 那肯定就是那个 林孝成害的他 你说王星明 抓了一个人 能证明林孝成是共产党 对啊 什么人呢 他叫杨丽波 上次从党通局 跑出去那个共党 就是他负责送到交接点的 他现在人呢 我昨天找他去了 但是他不见了 这明明是在 那个破屋里边 关得好好的 也不知道怎么就没了 这种事情口说无凭了 这 这 进来 站长 这是从王星明家里 搜出的罢线金条 站长 这个 我 这 这怎么解释 站长 一个处长 哪儿来的这么多工想啊 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从来没见过啊 站长 站 站长 你 站长 还有这个 一份关于您的文件 这我的行踪 也记得很清楚吗 Evet 八月二十八日军部开会 回来戴衣牛皮纸袋 这个肯定是有人 栽赃 我们家星明 阵长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阵长 做主 做什么主 입니다 我身上的伤 还没找到篡账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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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那我们家新鸣 他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长长 在停尸房 你带他去领吧 是 走 我叫他不要和共产党联系 他就是不听我的新鸣啊 他死有余辜 站长 卫一电台自从截留了 惊哲的消息以后 有没有再发过报 最一次就是通知见面事件 后来就再也没发过报 你确定吗 确定 好像就是特意为了 这么一个消息 而开通了这条线 行了 你继续鉴定 有什么动静 只向我一个人报告 是 来了 老太太 你们家的信 下诚 妈 你的信 林孝成 我这回认识了 妈 怎么了 您看看这个 谁呀 杨礼波 谁干的呀 肯定是共产干的 妈 我心里非常清楚 您不是共产 但是我想请您帮个忙 您去和那些联系的共产说 说我想见他们 不行 那不是等于过河拆桥吗 这两码事 那你要是把他抓起来 咱不是也露馅了 您看您 我什么时候说要抓他们了 那你是想把人家给 这可不行啊 做人要有良心呢 没有 妈 没有的事 我吧 就是想见见他们 看看他们是谁 你想啊 如果说陈光栋查这件事情 我心里得有底啊 我得跟他说 然后我得知道 怎么来避这个嫌疑 再说了 如果说我执行任务 抓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那不是跟江州包吗 我试试吧 进来 站住 什么事 查一下这个人 林秀成 有什么情况 及时向我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但我们很希望它是 保护好了 好的 住点 小鸡妹妹 别别别别 我今天真有文件要送 是队长让我送过来的 行了 你可以走了 你不看看啊 万一要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啊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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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妹妹 你今天晚上该饿了吧 我问你 怎么了 今天白天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怎么说什么呢 神神秘秘的 你就别问了 爸决定让你跟平安下个月去台湾 好啊 哎呦 那些司令啊 局长的女儿全都过去了 他们一直给我写信催我 让我快点过去 他们说了 那边的舞会没有了我 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哎呀 我就在想了 你说 说台湾那边会有咱家这样的床卖吗 哎 对了 那 那你跟我爸呢 我局里还有事呢 我们随后再去 那你妈呢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爸不同意我妈去 担心她是共产党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担心 哎呀 我不这样吧 让你妈留在山城 守着这栋房子 咱们每个月都给她寄钱回来 行吗 未来我发现 你一提我妈不去 你特别来劲啊 我没来劲 这不是你说的吗 我没说 是你爸说的 我还没最后决定 再说了 这话怎么开口啊 咱们都走了 留妈一儿在这儿 留你一人在这儿 你愿意吗 我觉得我爸说的对 要是你妈去了 台湾真出了什么事 咱们一家子都要跟她倒霉 你看 到时候 咱们的世纪 我怎么觉得你自宅进了我们这儿以后 你是闷闷不乐的呀 那词叫什么来着 忧 忧 对 忧郁 忧郁 二贵 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我在路上捡的呀 小姬 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往局里边带 以后连碰都不能碰 否则你有嘴说都说不清楚 你听见了吗 你们这些大学生啊 还一派天真的 你也不想想 你工作的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表姨骗我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单位 我同学都说 将来要是破城了 过程党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还听说 以后只能过躲躲藏藏的日子了 你说这该怎么办呀 小姬 你别着急 不光我以后分配到哪儿 只要你愿意跟着我 我不会让人动你一个手之道 走 走 怎么了 宝贝儿 小宝贝儿 我的平安 妈 我来来来 来吧 我来我来 妈你给来了吧 来给我 我正好找您说点事 慢点啊 哎呦 好了啊 饿了是不是 来 来 来 妈 兰兰兰平安要走了 去哪儿啊 去台湾 你们也太狠心了 这平安才多大呀 那么远的路 这万一叫路上 平安不能走 兰兰也不能走 妈您跟他们一块走吧 只要您愿意走 我咋够买铁 我怎么着都成 我不去 我哪也不去 咱们老林家 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 我不能把你爸爸一个人 冷冷清清地扔在这儿 小城啊 别让他们走了 你说到清零节的时候 谁给你爸爸上坟呢 我不能不走 我这双手 沾满了共党的鲜血 我不走 不会有好骨子吃 妈 咱们 咱们找找他们 求求他们 咱们将功补过 妈 我为什么要求他们 我没做错 成王百扣罢了 什么王啊 扣的我不懂 你们谁也别走 都别走 妈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兰兰和平安定了 下个月十五号的票 你们这都是商量好了是吧 那还跟我说什么呀 我哪儿呢 我哪儿呢 来 小城 来 妈呀 还没起呢 妈把这饭做好了 就给哥在这儿 你们一会儿不用下去吃了 就在这儿吃就行了 接着睡吧 睡会儿 再多睡会儿 干嘛呢 这是 小丑 小丑 怎么了 你看 你妈居然连丝袜都给我洗了 结婚以后 她什么时候都要这么好过 累死我了 你买了这么多 下面被她穿得完吗 我她穿得完穿不完 先准备着 万一台湾那边没有呢 再说了 到舞会上我得闪亮登场 绝对不能让她们瞧不起咱 哎呀 到时候我寄给你嘛 什么叫你寄给我呀 你不去了 我 我怎么去啊 行者有什么意思 不可能的 夫妻本是同名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更别说我什么名分都没有了 美兰 这兵荒马乱的 子弹可不长眼睛 也不知道我们 还能不能再见到 你自己在这儿一定要小心 嗯 哎 那你哥不也去吗 哎呦 烦死了 他这几天对我们可好了 把我们俩跟大菩萨一样的供着 哎呀 哎呦 哎呦 我妈怎么在这儿啊 对啊 嗯 嗯 来了 哎 来来来来 正好 你啊 趁热 酸辣粉 你最爱吃的 你真是 我正说要给带回去呢 妈 这么多人 您排了很久吧 没事 您爱吃这个不是吗 吃吧吃吧 趁热 谢谢妈 这几天林校成 主要是出入保密局 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电话也是打了几个内部电话 他老婆出门 也只是上街采买 母亲出去了一下 很快就回来了 没有什么一样 只是 远处听到他们家里面 似乎有吵架声 吵什么 太远了 听不清楚 我看是不是在林校成家 按个窃听器 不必了 继续坚持 是 是 魏蓝在收拾东西 如果他和平安一块车走 那林校成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林校成准备怎么安排你呢 他让我先回老家 也可以车到台湾去 我是这么想啊 你在魏司令那已经暴露了 他不可能让你去台湾 而林校成呢 又是一厢情愿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关头 刑事对你是最危险的 你应该撤下来 他们不是要去台湾吗 你顺势就撤了 要想撤我早就撤了 我不是不甘心吗 我想把林校成拉回来 他现在已经有点松动了 可是如果妻儿老小 都在别人手里 他肯定就死心塌地地不回来了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林校成那么顽固 不是十点八天就能说得通 你要有精神准备啊 他毕竟是我的儿子 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和我也有责任 我不能眼看着他就这样走下去 我得拉他一把 我无论如何也得把他拉回来 我再做做努力 好吗 我尽最大的努力 我觉得啊 我觉得我的儿子 应该和我走在一起啊 那 咱们是擅长的 是不是啊 咱不去台湾 好不好 妈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呀 她也听不懂 你们倒是听得懂 谁听我的呀 那要不然我们再想想办法 你跟我们一块去台湾 他 多久都要 было 哎呀 平安哪 奶奶呀 还等着跟你娶媳妇 快长大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还是要请您帮忙 丁队长 不是我不想帮忙 实在是没法办了 你岳父大人不同意 怎么都不行 我看 你还是去黑市想想办法 黑市我去过了 没有想问 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还是去走走卫斯林的路线吧 爸 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累不累啊 今天 快坐吧 我给你泡了一杯好茶 来 尝尝 你是不是有事 有什么事说 爸 我婆婆这两天不太高兴 她舍不得孙子 不然你想想办法 让她跟我们一起去台湾吧 不行 爸 别的事我都可以疑你 就这件事不行 是不是校长让你来说呢 没有 她没让我来 是这两天我看他们俩 都挺伤心的 伤心总会过去的 你婆婆跟你们走了 会有无尽的麻烦 是你们的麻烦 也是我的麻烦 那要不然我们再多待两天 好好陪陪她呢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们就照我说的话做 我不管林校成愿不愿意走 你和平安必须走 马上走 怎么样 爸说什么了 就是你让我去找我爸 害我被臭骂一顿 他能怎么说呀 肯定不同意 也不让带你妈去 你 哭了没有 我哭了 眼泪都流尽了 好话也说了一罗坡 他就是不同意 这不应该呀 你爸平时最听你的 小诚 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 真不能带你妈去 万一他真犯了什么事 没处躲没处藏 咱一家子都跟着倒霉 我妈能犯什么事啊 这说到底还是我妈 不是你妈 关键时会儿把我妈就给扔了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未来 要不这样 咱们把平安留下来陪我妈 你急糊涂了吧你 我跟你说 来了我想了好几天的 你没看见吗 妈没事就抱着平安哭 咱们走了留下她一个人 多可怜呢 咱们把平安留给她 咱们去台湾还能生吗 林孝成 快你想得出来 神经病 乖乖 听奶奶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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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明白 进来 站长 哦 您找我 AE电台又发爆了 还在给经者发指令啊 不会吧 什么时间我看看你 基金车4点20 是 京车是王新民 王新民死了 你先出去 是 可不可以是他们弄错了 我想也可能是弄错了 但不是他的错 有可能是你出错了 你真的觉得 京车已经死了吗 我觉得 王新民不是京车 站长 王新民当时是人赃巨货 您是知道的 王新民有可能出卖情报 但是 说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 我看不像 是 我知道你们之间一向有矛盾 曾经冲撞过你娘 也派人跟踪过你 那都怪她年轻气生啊 这里面的事情 你动没动过手脚 我不去追究 队长 我觉得这件事不能随便开玩笑 您这话是从何说起 战场上死一两个人 这没有关系 但是抓不住京车 我寝食难安哪 如果你能抓住京车 那过去的仗 我们就不算了 否则的话 上边怪罪下来 我没法交代啊 这样吧 站长 我在这儿给您表告他 如果京车和他的同党真的存在 我林小城一定一个一个把他救出了 光说没用 做给我看 是 林处长 林处长 AE昨晚的电话资料我看一下 这里 昨天是几个人值班啊 我一个人 你把所有的电源记录拿来我看一下 这里就是 你看一下 你在监测这个电台 你怎么可能 同时监测到AE呢 你长得起说啊 林队长 那时候正好换台 哥 机票没弄着 我再去想办法 知道了 就为了这么一张破机票 我今天在黑市上差点跟人打起来 后来说是保密局的 他们太害怕了 我就不明白了 就这么一张机票 你在你老丈人那中弄不出来啊 我乖 接着弄 林孝成知道陈国栋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现在唯一自救的办法就是抓住金哲来洗脱嫌疑 否则将大祸临头 来 清姐 您坐 好 您喝茶 不客气 清姐 我今天把您请来 是想跟您谈谈 还那么上台湾的事 我希望在这件事上 您别拦着他 在这件事上 我的态度您应该明白 我是不希望他们去台湾的 我希望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 不可能 我随时可以把您的真实身份告诉他 您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白 您离开你们家 让他们安心的去台湾 您这是命令我吗 命令我不干 我只是为我女儿和我外孙做最好的选择 可是您不想一想 台湾我们肯定要打过去的 到时候他们还往哪躲呢 与其这样东躲西藏 不如正大光明的起义投诚 如果林小诚知道您的真实身份 他是不是还会积极地 张罗您去台湾的事情 我理解您的意思 但是 您作为父亲 我相信您不会这么做 我说了 您离开 让他们安心走就行了 我知道 你们母子相认还不到办法 现在的形势下来 能有个地方活着就是福 清爹 您要知道 为了我女儿和外孙 我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您好好考虑考虑我 林老太太 您怎么也在这儿 我在庆舅 串串串门 陈镇长有事啊 魏司令 想跟您谈一点公务 那我走了 好 庆舅姆您慢走 慢走 陈镇长 请 来 请 来 陈镇长 好 坐 魏司令请 人马看着啊 不必了 不必了 陈镇长大驾光临 有什么事啊 啊 有件事情想和魏司令商量一下 都是自己人 我也就不妨直说了啊 眼下的战局 与党国是大为不利啊 如果一旦成破 您有什么打算呢 陈镇长既然问出这个话 想必早有安排 我的党虽然又合足清明 如果我们得不到山城 也绝不能给共军 留下一个完整的山城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得到上方部署的 毁城任务 代号 冷箭行动 一旦山城失守 我们就将城内所有的重要设施 全部毁掉 这次行动 由彼人负责 还希望得到魏司令的全力配合呀 这件事关系重大 陈镇长在容我考虑考 当然 当然了 我今天不过是来向魏司令 知会一生 魏震帮的话 也许有道理 宋怀珍虽然非常想说服儿子留下来 但也意识到 这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现在局势越来越复杂 如果自己继续自私地固执己见 可能会给儿子一家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苦恼 虽然很不情愿 但他知道是离开的时候了 谢谢 己见为你 周上 太了 要求你 不想你就 不许面 贱虽然 都留下来的话 没什么好果子吃 我明白了 虽然我舍不得你们 舍不得平安 但我也不可能 跟你们去台湾 我得守着你们的父亲 留在这儿 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我还是回乡下去吧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让你每一个月 来抽一次血 是 我知道 您坐 我马上就要到乡下去了 我想多给儿子储备点血 那绝对不行 我知道 可是您想想 我这一走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跟儿子能不能见上面 也不知道 我现在唯一能给他做的 就是帮他多储备点血 您体谅体谅我吧 妈 你真没办法 妈 小程 有时间吗 有啊 您有事吗 我想跟你说说话 那您说 明天我就走 妈 再嘱咐你几句话 兰兰是个好孩子 你得好好戴他 他对你是心事宜 心眼好 我好不容易找着您 我想伺候您 一样天年 怀病 rom 明对